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做客 您到那里去找一些欢乐宽和茶园听相声 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 王伟友先生当年13岁的小胖子 今年73岁了 站里面那李明也是北京曲团老演员 对14岁进团 您看看他演的好不好 嗓子唱的还这么好 84岁了 老头啊 您刚才喊让他再演一个是对的吗 为什么呢 您合计这岁数 对啊 下礼拜你要不来 下下礼拜 就够叫 就够叫 别错了 7384boy 再加上你 你们仨就可以超过那TFboy 我也算一个 真的听得过瘾 我们年轻人其实跟老星同台的机会并不多 能来这不容易 我们给您说 说实在的 说多长时间都没问题 我一直在这说单口 说过一个半小时 我也不怕累 年轻嘛 观众也是真是是听不懂 观众也不走 我这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我们宽阳茶园跟别的小剧场不太一样 我们辐射的观众面特别广 男女都有 小孩也挺多 老年人也有 我们不能胡说八道 我们说的都是一些传统相声 所以在网 我们的相声 如果传到网上肯定会被骂 网友都是一般就是说 特别乌现在的词叫 就是愿意看一些在单位 或者跟自己媳妇不能说的话 看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请这些老艺术家来 在这奉献原汁原味的相声 但是其实我也不会 不是不会 我真的会 你看女主持人落了吧 她想听 你想听吗 后边座那女的谁 跟你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赶紧澄清 太点说乱了 从头说 不能胡说 有点紧张了 一说这 其实我也挺兴奋的 江坤先生去年1月1号 来到这 给送在门口那扁 那么老长 十多米 江先生低了来 好 给泪沟呛 这么大 老党员了 你 有点兴奋的 有点兴奋的 我 有点兴奋的